今天AKD个股推介第一个是中信证券6030 内地在上月5日下调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0.25% 释放5000亿元人民币 衰信认为举动有助带来更稳定的债券市场和银行理财产品管理准值 更稳定的资金来源以及更低的融资成本 除了内地放宽银根之外增加了内地流动性这个好处 内地自2022年11月底12月初开始露出放宽防疫措施的曙光 建银国际说搬随着内地防疫政策由动态清零转为优化防疫 内地2023年以经济增长为优先 相信A股是准备复苏的 在利好因素的带动下 瑞信预期互深300指数2023年将会上升超过20% 并且认为现时在市场复苏期间 现在是吸纳券商股的好时机 在众当内地券商当中 瑞信较喜欢在IPO市场有领先地位 资产管理业务有稳健潜力 以及机构业务规模庞大 以及有广泛基础 基构客户基础的企业 符合这个条件的包括中信整券 另外这样就是公司在去年2月完成了公股集资的 经营国际就认为公司具备有较好价交易流动性 以及提升集团资本压力也较小 西岸内地开始露出放宽防疫措施的曙光后两个月 中外券商给予中信证券的目标价平均大约是19.15 策略上投资者不妨可以等股份回到15.5元左右吸纳 并且以19元的水平作初步的目标 指涉位应该定义14元 第二只推介股份是新州 主要从事制造和销售 增值服装产品的新州国际 短期面对客户去库存等问题 毛利是受压的 但有望在今年第二季有所改善 收入和盈利增长可望达到双位数 新州为多家国际品牌代工 包括Nike Adidas和Puma等等 华泰征券说 基于全球主要消费市场需求不振 和品牌客户库存高企 预计新州2022年第四季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 产能利用率和订单增长都会受压 但随着零售市道逐步向好 品牌客户去库存后 新州的订单增速和产能利用率 有望在今年第一季逐步改善 并且有望在下一季呈现明显的复苏 展望2023年 摩根大通认为 新州的销量在经历2022年第四季 和2023年第一季的疲弱之后 第二季会开始改善 全年销量预料有12%增长 今年下半年的毛利率将会较上半年为高 全年预计可以达到26.2% 正利润率预料有18%增幅 海外服装的产能贡献率 由去年大约50% 今年会进一步上升至55% 策略上 彭博综合多间券商的预测 平均价值104.88 较上星期五收市价高出大约14%左右 建议投资者84.5买入 先看是100元 指示位应该是75元 指示为整理 MAN 指示位到15分钟 需要证明固 指示位 the 推测 拘捣 指示明固